堕胎禁令是美国目前炙手可热的议题 而且在这个话题上面 两极分化的情况极其的严重 保守派的州不断的出台法案 缩紧堕胎政策 俄克拉荷马州的立法机关 在上个礼拜四批准了一项法案 这个法案堪称全美最严格的禁止堕胎法 这个法案不再像其他的保守派州一样说 我们六周以后不可以堕胎 15周以后不可以堕胎 这个法案他最与众不同的就是 他承认当受精卵产生的那一刻 一个生命就开始了 所以从生命诞生的那一刻开始 就禁止堕胎 在这个法案里面有几个例外 一个是如果威胁到了母亲的生命 或者是由强奸乱伦 这样的情况导致的怀孕是允许堕胎的 除此之外一律不许 那这个法案呢 现在已经走到了最后的阶段 正在等待州长Kevin Stitt签字 一旦签字 法案即刻生效 由这个法案开始啊 一时激起千层浪 消息一经公布 你想想看 支持堕胎的人都会是什么反应 俄克拉荷马州的民主党 他们就已经绞尽脑汁 为了反驳这样可耻的剥夺女性自主权的立法 于是愤怒的民主党众议员就提出了一个超级天才的想法 他说他有一个想法 想要在明年立法给所有的年轻男生强制的做输精管的切除术 等到他们可以在经济和情感上负责任的时候 再让他们恢复生育功能 如果你想断施 我会邀请你去副写 我考虑下期的策略 会指出每个男人 当他们到达出生育 得到一个限制的肥皂 只能够改变 当他们到达出生育和情感的确定 我不知道输精管切除术是什么了 但是听他的意思 这个大概可以理解成暂时结扎吧 也就是说 让他们不要随便的导致别人怀孕 等到他们做好准备当爹的时候 再把这个功能给恢复 这个奇怪的提议 如果真的实行的话 大概是会起到一些作用 但是真的用得着这样吗 如果着急 那你就早点结婚嘛 保持自己的生活圣洁 控制一下自己 不要随便就把人搞怀孕 或许应该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吧 那不光是这个大哥 提出了这种莫名其妙的立法愿景 可想而知 民主党上上下下都翻了天了 这是他们想要抓住拉票的机会 他们就是要趁这个时候 让大家都擦亮眼睛 好好看一看 你们看看这些作恶的共和党人 这些人剥夺女性权利 他们是保守派 投票给我们 给我们民主党 让我们来支持你的选择 Kamala Harris 贺锦丽 对俄克拉荷马州的这个立法 她的描述是说 这实在是太令人愤怒了 那随后呢 她又发表了一个推文说 说构成罗素伟德案基础的隐私权中 还包括保护避孕的权利 和与你所爱的人结婚的权利 推翻这个法案 为限制这些权利打开了大门 她在说啥呀 谁限制你避孕了 谁不让你跟你爱的人结婚了 首先我真的是不知道 她当了这么多年官 从加州一路做到联邦 她到底有没有好好的读过宪法 她不是法律专业毕业的吗 美国宪法从头到尾 根本就没提到过堕胎 而且堕胎也并不受隐私权的保护 那罗素伟德案呢 被推翻也只是代表联邦 不管堕胎这件事 这个并不会影响到 什么避孕的权利 或者是你与你爱的人结婚的权利 相反 限制堕胎 正是促进这两件事的巨大推动力 也是可以好好保护女人的方式 如果你爱一个人 你就要对她负责啊 你不要睡了觉之后 然后就跑路 去结婚 去生孩子 这样就不会出现一个 搞大女人肚子就跑路的 不负责任的爸爸 也不会出现一个 哭着要堕胎的单亲妈妈 那避孕呢 就是退而求其次 如果你也不想结婚 然后你还做不到 杜绝婚前性行为 你做不到这种圣洁的生活 那你就使用避孕措施嘛 这总比堕胎对身体好多了吧 不仅可以少杀一个人 也避免了堕胎手术 对身体的伤害 那不光是贺简丽 大家都管她叫老妖婆的 佩洛西 Nancy Pelosi 这个自称虔诚的天主教徒 一直坚定的 强烈的支持堕胎 但是最近呢 他被杠了一下 他接到了一个非常正式的通知 这通知是哪来的呢 是他聚会的地区 旧金山的大主教 在上个礼拜五用非常正式的词 给Nancy Pelosi 写了一封通知信 信里面跟她说 鉴于我作为旧金山大主教的责任 我在此通知你 你不能参加圣餐 如果你还是来到教堂了 你也不能参加圣餐 除非你公开的表示 你不接受堕胎合法化 并且还要在忏悔礼中 认罪悔改 求神赦免这个严重的罪行 那不光是这一位旧金山的大主教 提出了不让他领圣餐 有越来越多的 来自美国各个不同地区的主教 全部都站出来 支持这样的观点 但是 MSNBC 这个主流媒体的主持人 却持有不同的意见 他们非常不同意 他们觉得 Nancy Pelosi是多虔诚的教徒 他们在节目里面说 这简直就是太可笑了 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 自以为意的主教 居然不让这么好的 天主教徒领圣餐吗 Mika the Catholic Church really the priests in the Catholic Church really do have a lot of room to stand to stand on their high horse and be self-righteous towards parishioners who have been faithful parishioners for decades who actually stayed with it through a crisis where priests where priests abused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children and passed children around from one church to another church from one diocese to another diocese it went all the way up to the top and they are being self-righteous and telling Nancy Pelosi that she can't take communion they should thank God that Nancy Pelosi has remained a Catholic through their torrent of the most grotesque sins imaginable yeah 他说的呢 也没错 天主教的群体里面 的确是有很多的问题 那基督教的群体里面 也是有很多的问题 不可否认的就是 只要有人在的地方 都会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不断的去解决 我们要不断的去更正 我们要不断的 更认识到 真实的 自己的不足 我们要不断的 像耶稣的样式 继续学习 那刚才主持人提到 说天主教里面 有虐待儿童 性侵儿童的丑闻发生 这样的新闻 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过 这的确呢 不荣耀神的名 这的确呢 最不应该 在这个群体里面发生 但是这跟 Nancy Pelosi 知不支持堕胎 是两回事 旧金山的主教 决定不允许他 到教堂里面 领圣餐的目的 是为了要让他 看到自己的不足 是为了要让他悔改 因为他现在 是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他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只要他的观念改变了 只要他承认 堕胎就是杀人 我们不能够再继续杀人 那美国一下 能少死多少生命啊 但是很可惜 左派对于这个问题呢 一直都是非常虚伪的 你会发现 他们一直抓着 强奸跟乱伦来说事 但是这一部分人群呢 只占了堕胎人数的 1%左右 他们会完全忽略 其他由于乱性 或者是不负责任 等等的99%的堕胎原因 只拿出这个1%出来说 那么口口声声 说因为有强奸 有乱伦 这样极少数的案例存在 所以就要大开杀戒之门的人 如果你问他 那要是给这样的情况的人赦免 让他们可以去堕胎的话 那么你知不支持堕胎禁令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是马里兰州的国会议员 Jamie Reskin 和American United for Life的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 Catherine Glenn Foster的对话 A freedom that tens of millions of Americans and women have considered central to their ability to lead their lives and to conduct their business as citizens of the country Well This is an illuminating hearing Mr. Chairman The Republicans own Witness The witness they called is candidly and openly calling for a nationwide Ban on all abortions with no exceptions for rape or incest and if I've got that wrong I would invite Mr. Foster to correct me Do I have a wrong yes or no If we added raven incest exceptions would you vote for it OK I reclaim my time 从刚才的对话 你应该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才不在意 那些女性的受害者呢 说白了 他就是要支持 无理由 无差别的杀人 因为现在 这是政治正确前进的方向 但是这样 他的政治生涯 是建立在 无辜的人命之上的 最近呢 我们在频道下面 也看到有一些人 跟我们留言啊 说你们 居然要剥夺 女性的权利 你们要终止 女性堕胎 还有人说 干嘛不让人堕胎 如果生下来的小孩 不幸福 为什么不早早的 就把他打掉呢 看到这些留言 同时也反思自己 是因为我们的工作 做得不到位 所以 还是会有人 流出这样的言来 那昨天呢 Eason已经回答过一些了 那我在这边 也来回答一下 我 我们反堕胎 反任何形式的堕胎 那为什么我们这群人 要终止女性堕胎的权利呢 没有终止女性堕胎的权利 我们是反堕胎 没有错 但是在美国并没有全面的禁止堕胎 就算最高法院最后拍案定板 说Roe v. Wade 这个东西被推翻 宪法不保护堕胎权 那这样的话呢 就意味着 要不要堕胎这件事 联邦不管了 你们各个州自己去决定 所以这样造成的局面 就是保守派的州 会有不同程度的禁止堕胎 像是什么 6州以上不能堕胎 15州以上不能堕胎 还有像俄克拉 河马州那样的 从怀孕开始就不能堕胎的 那左派的州 像加州纽约等等这样的州 还会让人继续堕胎 而且是不分月份的 即将出生的也可以堕胎 那更像是加州正在努力桥通过的AB2223号法案 就是出生一个月以内的小孩也可以杀死 所以在美国没有不让堕胎这回事 如果你住在一个保守派的州 你想要堕胎 那你就跑的远一点 你来加州搞不好加州还给你掏钱呢 你可以到左派那里去堕胎 如果你想要随时随地的 把堕胎当成吃饭一样方便 那你就直接搬走 支持生命 珍爱自己身体和家庭的人 去到保守派的州去 喜欢为了纵欲 然后随便要杀小孩的 就搬到左派的州去 这样就解决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说说 如果生下来的小孩不幸福 那他生下来也是悲惨的 为什么不早早把他打掉呢 谁生下来是嘴里含着金汤池出来的 你怎么判定别人的一生是悲惨的 你没法判定嘛 因为你不是上帝嘛 人只要活着就有机会感受幸福 享受美好 用自己的主观意识去否定去咒诅别人 说这个人呢 他一定一辈子都这么悲惨 这样的人呢 太悲惨了 他还不配活着呢 还不如死了 这是什么心态呢 这是什么逻辑呢 没有人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 如果单凭你认为 这个人是悲惨的 他就不配活着 那这世界上有多少人 你觉得该死呢 上帝给我们每个人都预备了幸福的人生 只要活着就有机会体会 就有机会努力去追求他的人生 不管这个人生下来 是美是丑 是完美的 是残缺的 他们的生命权都和我们是一样的 因为人皆生而平等 所有历史上的大屠杀的事件都被人铭记在心 像是杀死了600万犹太人的德国纳粹大屠杀 还有杀死了30万中国人的南京大屠杀 这些都是一直给我们敲响的警钟 但是每年被杀死的小孩有多少 Worldwide提供的数据显示 从2022年1月1号起 今年啊 年初起到现在 已经有超过1600万的小孩被杀害 这个数字比死去的犹太人多了1000万 比南京大屠杀遇难的中国人多了1620万 而这仅仅只是五个月的杀人数量 全世界最大的杀人工厂就是在堕胎诊所 就是在女子医院 但是他们现在把这种行为包装成医疗需要 还忽悠了一票自己都是受害者的女人来支持 我以为医疗需要是治病救人 但是现在杀人知解也算在里面吗 我们每天口口声声说 我们要纪念历史上惨遭屠杀的人 但是现在真正的屠杀就在我们身边 但是我们选择视而不见 That's a shame for all of us 我们不能再找更多的理由去掩饰杀人的罪行 我们也不能再放纵了自己之后 不想负任何责任 解决的方式就是让这个制造问题的婴儿永远闭嘴 还有人说我攻击中国 有的时候呢 说话之前首先要搞清楚事实和攻击的区别 阐述事实和捏造攻击是两回事 我之前在节目里面说的是 中国人不在乎堕胎 只要你想随便进到一个女子医院都可以给你做 并且还有不同的价格提供不同的服务 这叫攻击吗 这是事实 但是可惜的是 大家尽管知道堕胎是杀人 是不好的 都不愿意让我把这的事实说出来 但是不知道为了什么 就是一直在坚持 并且不允许任何人反驳自己的想法 这个想法是社会的大环境给你的 是你从小接受的堕胎没关系的设定告诉你的 打破这个次元壁 打破这个枷锁 思想改变没有那么容易 但是如果你真的爱生命超过于爱自己的面子 或许有一天你会想得通 人命真的很重要 人命比你的面子更加的重要 并不是只有你的生命是宝贵的 所有人的生命都和你一样宝贵 不管你的出身如何 你都没有高任何人意等 你更没有权利去决定其他人的生死 每个人的生命都不是一帆风顺 不管你是出生在皇室还是贫民窟 生命中都面对着不同的挑战 遇见挑战 想到的是要去解决问题 杀死一个无辜的人 对任何问题都起不到一点帮助 反而只会给家庭 给女性的心灵和身体 带来更大的伤害 让所有的事情都变得更加的糟糕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内容 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菲莉莎 我们下次再见 男家儿童和尚团现在开始报名了 男家儿童和尚团成立于1998年 曾到纽约 波士顿 华盛顿特区 夏威夷等多处演出 并参与国内外各大音乐节 荣获各大奖项 均取得优异成绩 从即刻起接受报名 课程均由专业指挥教师指导 5月22号前报名都有特别优惠 新一季将在6月11号开课 每个星期六下午有分4到8岁 9到12岁 以及13至18岁 不同年龄段的课程培训 欢迎打电话 626-779-6767报名咨询 或是登陆网站填写资料报名 记住在报名的时候 请告诉他们 你是看到AI News来报名的 会有一部分款项 特别赞助到我们的施工哦